朋友聊世紀 天影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要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先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復合弓箭手 可以武士敵方裝俠進行攻擊 簡稱這個穿甲弓兵 亞美尼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白血的劍兵友士 他第一個修道院會有一個額外的聖物 可以立即獲得讓自己的強化劍堂馬上就可以射箭 所以在有亞美尼亞的比賽裡面 聖物都會往往多加一個 那像阿拉伯是五個的話 總共會有六個聖物 那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也是 DLC 新文明 那新文明這個喬治亞人 他的強化教堂的效果是可以增加 19個範圍內的村民工作效率增加10% 喬治亞人他的莫娜斯帕騎兵 是每五隻騎士 或是每五隻莫娜斯帕都會獲得額外的異攻加成 那這個異攻是包含這個建築物的額外增傷 還有其他的增傷都有包含 那有人說這是BUG 那也有可能這是原本就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下次改版呢 就要拔除這個特殊能力了 但是額外加異攻的這個效果還是會增加 但是其他的額外增傷就會直接拔除掉 所以未來的喬治亞人 他的莫娜斯帕不太容易在一直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或是手撕城堡的畫面就不太可能會出現 那喬治亞人呢他的後期 主要是打這個騎兵 他的精冠技術可以讓騎兵的占物人口減少15% 後期也可以打算打這個馬弓 他的馬弓也可以吃到騎兵回血的部分 也是蠻厲害的 那他比較可惜的是馬弓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這個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用起來算是有點堪用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兩邊的配置 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 Viper的亞美尼亞配置也算是蠻特別的 他的這個羅車呢 是會先拿去吃這個路的 那我覺得這個RP可以稍微來細講一下 世界冠軍等級的亞美尼亞人是怎麼玩的 亞美尼亞人呢 他這邊的打法是三個人去吃路肉 然後用羅刺 那三個人吃的話跟四個人吃差別在哪裡 其實硬要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三個人去吃路肉的話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三個人去吃他會一來一往 如果你沒有在手中去控他的話 他會玩防兩趟 讓你的這個村民的走動次數變多 那如果是四吋的話 可以確實的把這個路肉給吃完了 那三隻的話是還要再放一下肉 再回來吃一下才可以把這個肉吃完 那四隻村民的話就可以直接吃完了 放回去一趟肉就可以搞定了 那VIPER這邊的選擇是比較我個人認為 三村的優點 就是用最少的村民把這個吃路肉的效率 最大化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大家以後玩這個亞美尼亞人 也可以考慮參考一下VIPER就是這一套的配置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他的配置的話一樣是五木開局 比較特別一點 木頭偏多一些些 然後是19P 20個人口 19P 點下封建時代 那喬治亞這邊是16P喔 超級級速升封建時代 哇這個8分15秒 封建時代就升上去了 級速流 我覺得這場有看頭的是這個配置喔 那喬治亞這邊是早期喔 趕快去吃這個鹿肉 把這個鹿肉吃完喔 然後豬趕快吃一吃 用自己一開始喔 開局的那個羅車喔 去吃掉野外的這個鹿肉 就跟 VIPER這邊很像喔 開局方式其實很相似 那我也覺得這個是 亞美尼亞人 跟巧思亞人的唯一的優點 不是優點 就是特殊的優點 他們的文明的特色優點 那亞美尼亞人 VIPER這邊是按下了槍兵 開始要來 防守 看一下 喬治亞 喬治亞這邊呢 極速上封建時代 點下了這個 肉馬 那自己的刺猴沒有第一時間喔 就去打VIPER的村民 VIPER的村民都是 傳暴的 都沒有落單 所以沒有被單抓的一個可能性 那遇到對方這種 極速上封建時代喔 其實也不用太慌張喔 就穩穩的農上去喔 然後趕快先下個軍儀 按個槍兵 後續看要打什麼都還來得及喔 甚至 看到對方沒有轉射箭場 你可能就槍兵稍微防守 直接升到城堡時代 也可以考慮的 那VIPER這邊是四人伐木 加上這邊是六人伐木 總共是十人伐木 那家裡這裡還有三隻村民喔 在這邊伐木 這也是兩隻喔 這也是六個 這裡是五個 喔四個 十個沒錯 看到這邊三隻肉馬 開始在繞 VIPER這邊是有稍微微一下 沒有打算要再靠反應了 那下一次改版的時候 羅車也不會再變成首要的攻擊目標 因為羅車他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屬性好像是單位屬性 所以有時候騎士衝到裡面 到伐木去的時候 先砍的東西不是村民 而是羅車 那畫面就會很尷尬 那如果你沒有在空的話 你就會看到你的騎士儀在打羅車 然後其他的村民從騎士旁邊慢慢走掉 撤退到城鎮中心裡面 這個畫面真的是相當滑稽 明明突襲成功了 但是卻一隻村民都沒殺到 結果只是砍掉了一台羅車 那我覺得下次改版修正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這是我們在講的一些問題 官方確實有在改 但是這個羅車 這個羅頭卡的問題 不知道下次改版會不會修正 好 那喬治亞這邊也是開始挖金礦了 這邊要補一下羅車 旁邊都是新文明前期沒什麼打架 先稍微加速一下 配置的部分大概就是石墓 然後一樣就灑農田 好挖金礦 這邊是兩人挖金 這邊抓到一個前置射箭場 這邊是拉了大概五村過來 想要阻止蓋掉這個射箭場 這邊射箭場有機會嗎 槍兵配村民往前走 這是要插箭塔 這什麼招 什麼奇招 大家都以為他要準備升到 城堡時代了 結果轉出了重裝長槍並升級 然後配上釀望塔 突然打一個塔弓 Viper又出奇招 這哪招 這個神奇啊 我覺得Viper應該是在練喔 練一些特殊的早死 可能跟他的隊友稍微練一下 然後可能想要在天梯實戰試試看 這個效果是否可行 那亞民亞人的特殊能力呢 是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均勻的科技 像是封建時代 就可以升級長劍兵 然後也可以升級重裝長槍兵 那到了城堡時代 可以升級為雙手劍兵或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級兵都可以升級 這邊控金 然後Viper直接用了 兩隻 槍兵鑄守了每一塊附金的位置 讓這邊喬治亞人斷金 Viper現在這邊的想法 是想要讓對手 這裡沒有挖到黃金 大概上城堡時代 也沒辦法爆出騎士 或是工兵進行反制 甚至馬功都很難點出來 那如果他要解掉這邊的 重裝長槍兵的話 反正就要先投資一個射箭場 去展出戰毛兵 或是一般的毛兵 進行反制 這邊槍兵的部分 不然喬治亞人 其實也可以考慮直接下一個教堂 去出老頭 招降長槍兵 但是肉碼的部分 看Viper會不會控好 就可以搞掉一隻老頭了 不管怎麼說 兩邊的打法 都算是一個蠻心意的 一個是16匹急速上風 然後Viper這邊是一個突發奇想 武村塔弓前壓 然後配重裝長槍兵 那喬治亞這邊是有挖石頭的 所以大概也有可能 會直接把城堡放在這個位置 甚至是在更前方一點的位置 或是這裡 或是把這個農田滴掉滴掉 然後把城堡蓋在這門口 可以考慮一下的 好 那不管怎麼說 他如果要直接壓寶的話 可以壓這個位置 或是壓這個位置 都可以 這裡只有兩隻中槍 好 這裡是他城堡時代 Viper這邊蓋房子 是想要讓對方不能蓋城堡 有點像是防對方TC爆那種感覺 補一幾個防止 讓對方不能下城堡在前方 結果我完滴了一個農田 蓋在前方的位置 好 那Viper發現 這沒什麼意義 閃了 撤了撤了 只要對方蓋城堡 基本上 就不太能反制回去了 雖然其實還是稍微能反制 但這個方法 現在啊 就是 不太好用 就是收村 然後用這個劍塔去攻擊 那Viper並沒有這樣做 蓋房子就走掉了 好 這邊兩隻肉麻 繼續想要打擊Viper的村民 但是家裡還是有重裝長槍兵 再走來走去 要戳到的琴克 就拉走了 OK 這邊城堡蓋好馬 放上轉出了莫娜斯帕 那Viper這邊也轉出了 城堡時代的一擊射 看來是要走工兵路線 而且挖了非常多的石頭 13個人在挖石頭 應該是要來蓋城堡 蓋在家裡的位置 那位置的話 目前選址是可以蓋在正前方的位置 這個地方 或者是這個地方 感覺都蠻不錯的 或是這個地方也可以 這個地方也太遠了 不如在家裡先補一棟城堡 然後繼續挖石頭 對 這樣也可以 但最主要是因為這邊 防禦會有一些薄弱 所以第一個 插家裡還是比較好 雖然不能 守到黃金 但這邊可以確保 石頭可以繼續挖 然後再挖出一個新的城堡 可以再繼續往外推進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家裡的部分 還可以使用老頭 進行反制對方的莫娜斯帕 百合不前都已經想好自己要幹嘛 但是這一招的成效 我覺得打頂尖的玩家 還是有點缺乏殺傷力的感覺 那可能打一般玩家來說 剛剛這樣子鎖金 可能就可以直接把一個 1500以下的玩家可能就鎖死了 可能1200左右 1500好像有點困難 好 這邊看一下 護衛技術 好 跑速提升上去了 有做槍槍兵了 家裡補下一個強化教堂 二個強化教堂 可以讓這邊範圍 我的村民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好 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 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 他的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 例如現在他的裝甲是 兩點遠方 那他怎麼射呢 都是這個5滴血 4加15滴 有幾射的話就變6滴 每射一下都是6滴血 發射了一下 但亞美尼亞人的最大的缺點 就是弓箭手沒有拇指 所以射擊速度 還是有點偏悲劇 所以不太會看到亞美尼亞人 打寶兵的這個策略 但這場 Vipe選擇了一個寶兵配槍兵的打法 一個很早期的傳統配兵 槍兵配弓兵 但這個搭配有什麼缺點 最主要的缺點就是 侵略性不太強 通常遇到對方建築物 城堡城市中心 就只能停下來了 除非自己要轉頭石車 或衝手 才能繼續潛壓 騷擾的效果 也沒有比奴兵好 畢竟 復合攻擊手的射程 比奴兵還要短一點 所以 殺傷力來說 並不像奴兵這麼的厲害 我是覺得這個打法真的是 蠻看操作的 果然遇到了我說的這個問題 這樣打確實可以 但是騷擾能力就是不足 這邊看到 繼續往前衝 莫娜斯巴往右 往下這邊想要來走一個多線騷擾 還是撿起了聖物 這時候亞美尼亞人 Vipe點下了首推車 把這個經濟用到最好 這裡是雙TC開農 敲架這邊是雙TC 這邊都是雙TC正常的農法 這是注重經濟性 這邊抓到了村民出來蓋建築物 這邊補了一個強花教堂 想要防守 順便增加一下附近的農田效率 還有挖金放的速度 看到強花教堂又只能撤 那MIP直接插了一個城堡 想要來加強自己侵略的效果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先點發射掉村民 這邊莫娜斯巴不太敢正面硬打 但是這邊羅車居然有個洞 MIP沒有把這個洞補起來 趕快把這個房子拆掉 收村 回家 然後家裡安上級兵 城堡時代級兵 讓奇兵果相當難受 那這個級兵雙房都不升 反正我要的是他的特殊 額外增傷效果 那級兵對奇兵的傷害是28滴喔 所以這邊傷害是6加28 34滴阿 一下 再減掉他的防護力三法 這也是錯下33滴血 好痛 只要三槍 就能戳掉一隻莫娜斯巴 這根城堡蓋了起來 上方的城堂中心好像有點極限 能射得到嗎 好像沒有辦法 這邊的工程器製造所東西出來 還好沒有被莫娜斯巴給抓到 右邊的組隊開始抓到挖金礦村民 這邊金礦處的村民死傷非常重 但你看這個複合攻堅守在射羅車阿 唉 這個東西真的該改版 明明東西村民都離得很近 但他還是會先射羅車 這就是 雅美尼亞人的羅車很討厭的地方 這邊控兵沒有控好 但是不幸中的大幸 Vipe這邊也沒控兵 兩邊的單位都是互相打來打去 Vipe是送掉了所有的家裡的單位 但是外面的複合攻堅守 目前還是沒有被解掉的狀態 還有11隻 這裡想要做個包夾 投資車砸了一發 把這個戰鬥祭司給解決掉了 這邊直接上了高地 高達第 立即反擊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有點痛 但是後方的投資車會更痛 千萬不能被投資車給拍到 哇 拍一下死一個 OK 這邊更多的莫娜斯帕走得出來 家裡的那根城堡問題還沒有解決 欸弓箭手好像沒有把吉利點射好 竟然直接走在別人的路徑上 好 搬槍兵過來了 槍兵出來 可以解掉投資車 好 那Vipe這邊沒有補城鎮中心 那也是轉出更多槍兵跟複合弓箭手 想要繼續給對手壓力 下方這裡有一坨小打刀 這邊有大概十隻村民左右 九隻 不知道想要幹嘛 欸結果下面這裡 也是想要來蓋城堡嗎 哎呀 兩邊都各懷鬼胎 都想要插對方城堡 結果還被抓包 這個極為尷尬 這一坨十二隻村民被抓包 好 經濟非常慘 十二隻村民都沒在工作 而且還被追者打 村民會越來越少 經濟會越來越差 好 那Vipe這邊也是想要過去插城堡 也是買賣了一波 買了兩百石頭 他這隻想要插的位置可能是這裡 因為這裡可以稍微控到一下他的主金 當然金礦沒有辦法安全的挖掘 那這邊已經控住了兩塊黃金 這塊黃金算是控了一半 只要挖這個吉祥還是可以稍微的挖一下 那如果只要再把這裡的黃金給控下來 那喬治亞這邊就會很危險 那是以下這個情況 喬治亞只要轉出戰毛病 他這裡所有單位都能打 這個槍兵啊 或者是復活攻戀手 都能反擊回去 好 直接再補下正前方的位置 那拉斯帕要正面反擊嗎 直接開拖 拖掉了非常多的騎兵 那麽拉斯帕要打疾病傷害也不錯痛 OK 這邊把城堡蓋好 VIPER這邊的復活攻堅守要趕快撤退 走斜的 趕快拉出射程範圍內 哇 死傷還是有點慘重 這邊城堡只有一個對蓋 那VIPER蓋這個位置的話 對方城堡蓋好 他也不能挖久 因為這裡帶VIPER的城堡射程範圍內 這波 這一波打得有點 極限 村民 死傷非常的多 只剩下一隻再蓋 92.56% VIPER沒有蓋起來 而且加里還被莫拉斯帕被多線打了一波 村民只剩下49村 好 這邊想要直接守司城堡 好 這次拉了更多 三十一隻村民 你太兇狠了吧 VIPER 哪裡一片狼藉 就是要開稿 很少看到VIPER會有這種策略喔 就是 賭注型玩法 如果這棟城堡蓋不起來就算我輸 當然最後還是被蓋起來 呵呵呵 好 那 喬治亞最後的黃金是在下方 但VIPER已經知道了 野礦在這裡 另外一個野礦在左邊 好 那喬治亞這邊 既然找不到黃金 那我就往你家裡找 直接蓋在這裡 挖你家正前方的黃金 OK 這是亞美尼亞 鎖金戰術 那米哈也不是吃素的 他也知道這個要怎麼反制 但是VIPER也是知道 既然你會反制 我就反制你的反制 這也是我預判你的預判了 直接抓到他這邊 想要找野精的村民 家裡這邊應該是不會被蓋起來了 畢竟一直被追著打 哇 那現在喬治亞斷金斷的有點兇 黃金只剩五十幾塊 這邊投石車掌了一下 好 掌下速的攻擊手 槍兵過來 想要先解掉後方投石車 像我是莫拉斯帕 他後方的槍兵也不管 聰明也上前打了 槍兵第一時間去攻擊前方的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出場只剩少量的五隻 後方的攻擊手再過來 一起會合 兩邊爆打一波 投石車在後面殘血了 趕快要拉村去修理一下 剩下一村再打 好像有機會修理得起來 但這邊突然是打的東西 是前方的槍兵 這邊直接打出了 GG 哇 LIFE這一個 喬治亞人 針對打法 這也不算針對喬治亞人 但是就 看起來有點針對他的寶兵 只要讓他斷金 就直接GG了 這個打法 不管是遇到什麼文明 都是這樣子 讓他斷金 基本上就會GG 但我覺得這個招式 好像不是只有亞美尼亞可以用 應該是全部的文明 都可以用這一招才對 亞美尼亞人用這一招的優勢 就是羅車可以攜帶走 不太會有那種 木材經濟上的損傷 感覺這一招打起來 算蠻特別的 也算是一種新招吧 不知道之後 VIPER會不會再繼續強化這一套 一系列的戰術 或是繞道特去研究這一方面的 細節的優化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由VIPER拿到了 大概6000多的資源 軍事方面呢 是喬治亞拿到1.28的KD VIPER雖然贏了比賽 但KD是輸對手輸了會0.5個 KD值 非常慘 當然這遊戲也不是看KD的 是要看最後誰拿下比賽 把對方的資源全部搞到歸臉 就可以獲得比賽了 這邊的打法我覺得最有亮點是 亞美尼亞人這邊插吧 用槍兵 重裝長槍兵去防守這件事情 相當厲害 那這招的話應該是只能防 對方是馬國的情況 那如果對方是打一個正常的槍矛 槍矛或者是槍弓 都是毀龍被擋下來的一個招式 那VIPER是看準喬治亞人 這邊是沒有去閒置射箭場 但一看這邊射箭場也是拉了一村想蓋 但是被VIPER抓到之後 這邊VIPER就確定了 對方家裡沒有射箭場 讓他決定要來直接插城堡 控制他的金礦 那這些打法歡迎讓大家去做個參考 說不定有台灣的高手 也可以去開發一下這個新的特別的招式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記得把這個燈與中心 我們記得安全射箱 挑戰 到後來 我們選擇 很多人 在這邊 馬尼盡